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栏支持明镜与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单是没完没了 而且一波又一波 一波比一波 我常问其他医生 现在似乎是无限轮回的情况 好些 大家开始 突然间 今天开始 明天又删除了 一个人的情绪 实在是很受波动 但是我自己也试过 我想请教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有情绪病 我们自己也不知 第二是我们身边的人也未必观察不到 这个不是黑痴 发烧 没有 首先我想在这个位置有两件事 想让阿玛医生给你的看法 在疫情中的情绪 精神科有没有增加 有 其实他们有什么迹象我们要留意 这两件事先分享一下 又回到你第一个问题 现在一个无限轮回 其实看得到我们面对这么突然的事情 其实是很难避免情绪 等于突然发生一些在人生中很重要的事 有些不开心 失望 震惊 恐慌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情绪 但要去到一个所谓病理上的抑鬱 或者焦虑症 真的要好看 那个症状有多影响自己 例如你一直都是很外向型 晚上行山 周门行山 会去见朋友 各方面 但可能客观环境现在不鼓励出去 或者是因为大家都不想出来 这些状况造就成 你根本无法做回以前的事 就困在这里 形成可能会觉得 很屈屈不欢 闷闷 或者去到一个地步可能会 很容易发脾气 因为有很少的事 甚至因为没什么动作 失眠 这些很普遍的情境 其实 也是可能一个先兆 要留意自己 会否演化到一个比较病理上的情绪问题 我也想在这里 带给观众听到 就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要随时随刻 要去留意 留意了 好了 留意到了 去到找你了 你有没有一个 当然不是有数据 有没有大致上 其实 有多少是大惊小怪 自己吓自己 这一批是真是情绪 亦不辣 有事 有没有一些是自己吓自己 他们吓自己 可能是 出去会否立刻感染到 戴多少个口罩 或是脱下吃东西就立刻感染到 现在不知 因为Omicron 但以前 有些病人都会说 我出去 我不敢出去 不知有没有带病毒 又不停在担心 这些可能已经是一种 有些病态 去到过分担心 但是 我脱下口罩 但暴露一段时间 忘记戴 你担心这些很正常 但你说 我脱下口罩 立刻戴 都怕那一刻那一秒有没有事 其实就有病态 有这样的分野 所以 有没有多度 的而且确客观数据是真的多了 多了是在于 因为大环境 令到刚才所说 闷 没得去做以前的事 改变不了 一些很客观的因素 例如 小朋友没得上学 大人困兽斗 或者长者 根本连社区中心都去不了 平时约会有麻雀友 都没得去玩 这些会变成 他们在生活层面 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这种改变的适应性 有多好 或者长者可能比较适应得差 都会有机会有情绪问题 知道自己可能有事 但是 精神科 这些字 对于很多人来说 会却步 我没事 我什么 发神经 不去看 却步 有无的 绝对有 到现在都有 对 到现在都有 我想 很多仍然有很大的误解 因为我们在精神科的 医生里面 可以这样说 有绝大部份 我们每日 都会处理的 就是一些不开心 焦虑的朋友 而是很少部份 才会是 大家 所谓的 那种 精神错乱 或者是 胡思乱想 又幻听 那类的病人 我们其实 大部份 如果是茶餐厅 我们绝大部份 都是干炒和可 我们很少会做愚翅 就是这样的意思 本来 我邀请麦医生上来 最早原意 当时 疫情 Omicron 都未开始 有事 未那么厉害 我们想着 其实都应该谈 讲讲讲 长者抑郁 但我想 这个 我们等下条片讲 我们下条片 因为 这条片 我觉得 已经捉到 麦医生上来 我们怎样都要 因应着这个疫情 我们有专业医生 告诉我们 但精神上 情绪上 受到这两年 疫情的折磨 其实 有什么可以 在经理的专业角度 可以 跟大家分享一下 定点来 或者 有什么事 应该怎样 自己处理 可否在这里 即管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个疫情 有突然之间 其实我自己可以这么说 我都会很多时 在与病人 会面的时候 我都会交流我自己的问题 因为我都是普通一个人 我的生活习惯 都有机会被 Omicron 或者疫情 改变了 我都需要适应 其实 病人都会感觉到 其实是有共鸣 因为大家都 有一个适应期 这个适应期 要多久 我们怎样去做 其实是因人而异 没有一个 很标准的示范 应该是怎样处理 因为有时真的要看 你自己本身的生活习惯 你的喜好 你身边的人 有多少 所谓的资源 人力 各方面有多少 去制定 所以在每次 不可以说所有人都是一样 但我会觉得希望 其实这一次的疫情 多多一点 我们从正面去看 其实是给大家 一个方案 原来我们 是有机会 发生一些这样的事 要学习怎样去面对 怎样去沉着应战 怎样去 从自己的 固有的生活习惯 可能要作出一些 的调息 这些调息未必是 想象中那么差 这个 不是一定要找医生 找其他朋友 去想想有没有 大家可以做多一点 例如 现在我觉得很开心 就是多了家庭聚会 多了是 见家人 因为不能出去吃饭 这个 少见了同事 少见了朋友 但换来的 原来是 多了跟家人一起 这是一个 好事 因为 没有这件事 可能你十天都不回家一次 其实 这个会否是 其实都要 在一个这样的疫情 环境之下 让自己看 原来我都很久 没有跟家人沟通 很久没有跟家人一起 这个关系上怎样修补 可能以前跟父亲都没有说一句 原来给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我们可以跟父亲修补关系 类似之类 我都会这样引导病人 这样想 在这条片 我也想在疫情 不知道到底我们应该 怎样去面对 当然大家都知道 勤洗手 戴口罩 但情绪上 始终有很多波动 所以我刚才邀请了 阿茂医生 给了他们的一些意见 其实 你说是否很专业 其实 根本上就是一个常人 和常人说的 你不要当作 你一个专业医生 说些我不明白 我立刻收到 半杯水 你看看 到底只有半杯水 还是 还有半杯水 多大都 珍惜这半杯水 是怎样去处 是我们自己 可以调节自己的情绪 对吗 对 所以希望大家是用一个 自己能够调息的情绪 去继续 坚强地面对疫情 好 大家记住 订阅我的健康蛋 将这个 讯息 在疫情之间 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大家都可以 起码 想不通的时候 看一看 可能 原来可以帮到你的 已经是功德无量 记住订阅健康蛋 分享出去 各位健康蛋的好朋友 帮我一个忙 因为其实现在 我们的订阅用户 已经去到39万多了 还差几千 去到40万 不如跟我一起去见证这个时刻 请大家继续like share 和订阅我的健康蛋 希望很快就超越 40万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